证监会辟谣企业境外上市禁令 又有A股紧急停牌核查股民确沸腾了 今晚说三个事情 一个是证监会辟谣了 外媒称中国证监会将禁止协议控制架构企业 在境外上市 消息不属实 一个是腰股ST中天二进攻 连拉七个涨停后 刚告又公告 与公司基本面背离 停牌核查 所谓Y模式及Y结构 是指境外注册的上市实体 与境内的业务运营实体相分离 境外的上市实体通过协议的方式 控制境内的业务实体 业务实体就是上市实体的YS 公司股票自2021年11月23日起 至2021年12月1日收盘 连续期可交易日涨停 累计涨幅高达40.74% 公告环提到2021年11月26日 公司收到陕西省宝基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来的通知书 申请人留言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但仍具有重整价值为由提出 对公司进行扩产重整 此外 ST中天还提到 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未付7.88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3.3.2的相关规定 如果2021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仍为复值 或触及其他终止上市的情形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不过停牌三天后 公司并复牌了 称公司就股票交易波动的相关事项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ST中天2021年半年报显示 中原信坡持有11.17%的公司股权 系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 常觐 感谢观看